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盧環竹灣 在我身邊的是 Chris 大家好 今天來到竹灣泳池有甚麼教授 其實我們今天是介紹竹灣石級 先讓大家看看街牌 就是這裡了 竹灣石級 旁邊是一間餐廳 大家應該都知道出名 我們繼續走過去 嘩 走上去應該都不少東西 看不到盡頭 哈哈 據我所知 澳門石級來說 應該是有七處 這個是比較古舊的其中一處 我想是路環的唯一一處 石級吧 應該是 沒錯 因為竹灣這個泳池 就好像是一九八幾年左右才會有這個泳池 是的 沒錯 但是海灘就很久了 因為澳門只有兩個海灘 一個黑沙 一個竹灣 你何時會來竹灣 何時會去黑沙 我想我是喜歡去竹灣比較多 為甚麼 因為黑沙比較多人 噢 但是黑沙有它的特色 以前傳統來說 不過好像現在都比較小沙 哈哈 沒錯 聽過沙流失了 其實竹灣 據我們以前小時候的分別 海灘來說 黑沙是大眾化一點的 每個人都可以 竹灣 相對可能是比較高貴族少少的人 高級一點的人 我們叫上等人少少來的 相對來說都見得多 是啊 是啊 因為以前這裏有很多別墅區 很多時候比較達官櫃人就住這裏 所以他們來竹灣海灘 但是這個石級呢 老實說 我第一次走 嗯 看起來都不多人走 你看地下都是分色清淡的 嘩 但是現在我們走上去都有一段路 考慮一下我們的毅力和體力 我們都走過不少長的街道 但是這條石級的確 我開始有點喘氣了 你呢 呃 都有點少了 不過不好 大家觀眾朋友 前面還有一條很長很長 很斜很斜的石級 咦 我記得我們介紹過羅憲申街 據稱是最多石級的街道 那這條石級應該是比較多的 是 因為它真的叫石級 但是 看起來這條石級的高度是比較高的 可能數量不足 跟那邊比拼也不足 不是啊 我看的數量 分中比羅憲申街多 那羅憲申那次是最多石級的街道 這次是最多石級的石級 應該是 如果對比石級來說 我就是記起舊澳大 你有沒有走過舊澳大石級 舊澳大石級沒有 我不在那邊讀書的 是 你們年輕的不知道 舊時 我們小時候 上學啊 澳大 它兩邊是一個弧形的石級 哇 那個很金的 走兩巴多級的 走到上學真是可憐 是不是之後才有扶手電梯 是啊 是啊 其實我們以前上學 都有電梯的 不過有時候趕嘛 那麼多人搭怎麼辦 就是走樓梯 走到上去真是腳軟的 我們現在也有一點腳軟 看來要去吃飯了 沒錯 我們看到盡頭了 原來上來的盡頭呢 就是竹灣馬路 沒錯 我們看到 另一個石級的牌 石級的另一個牌 這邊就是 叫做鄉村馬路 還有今天的介紹 差不多為止 我們去吃飯了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